我們先玩一下狙擊槍 狙擊槍 這個女僕贊不贊 你們說說 你們說說這女僕贊不贊 這是她的待機畫面 怎麼下載國服啊 我可以 我好像有發過影片你可以擦擦看 對不對 然後呢她跑步是這樣子 你看看她背面 主播看龍看龍 看她背面 看龍 這是背面 這是真面 這是真面 這一定抽了不用往上看就能看到了 這跳躍 喔你看看她跳躍 她的裙子是 抽了抽了 毛嫂在你後面 隨著風飄逸 隨風飄逸的女僕 沒有被和諧 沒有被和諧 不管有沒有火隊抽爆 首先呢這是她的槍 沒有她的槍 她的槍 本來要睡了可是很不舒服睡不住 被抓包了毛教主 然後普攻武下是長這樣啊 我們應該要側面看對不對 普攻武下 1 2 3 不要再看內褲了 要跟毛嫂說毛哥又再看內褲了 毛嫂身體保重 已經抽一新服的我決定轉火隊 好這是普攻 那跳起來普攻長怎樣 一樣 左輪真的是掰掰用過的人都說 左輪根本用不到了 W 這個貴下好讚 MARCO 毛嫂看到她在看內褲了 狙擊槍 沒錯 你有沒有看到狙擊槍 想要在 還想要在換塔玩狙擊槍嗎 爆他頭 過來 來 看不到傷害 XDD 雖然不玩火隊但女服還是抽爆 你下波的時候再打給我一下要起來亮體溫 三毛教主表示看完內褲結束 女服意志也很猛 好好玩喔 可以居容了 女服的武器怎麼跟左輪有點一樣 還蠻像的啊 還蠻像的啊 好啦這隻狙擊的部分 零星就可以了 零星就可以了 那女服的話她的狙擊槍是可以長按的 你們有沒有看到左邊有一個 波浪鍵 波浪鍵按下去 波浪鍵按下去啊 可以一直狙啊這樣子 有沒有 毛掃晚安保重 有沒有 毛掃晚安喔 毛掃晚安保重 CS 獨留 好了 再來她閃避攻擊呢 那是丟手雷 嘿嘿 毛掃晚安晚安 毛掃晚安喔 毛掃晚安喔 歡迎了吼 歡迎了吼 有這個年代嗎 我們有這個年代嗎 歡迎了吼 說 Alaska 瞬間 我們加入王埔 Write 好啦好啦那 丟完手雷之後呢 給你們看到她進 她進了是有兩招 她進 motive 有兩招,一招是R切下去之後會轉換兩種功能 第一種功能這個是煙霧彈 有沒有看到女僕的頭上有出現藍色的這個 這個是煙霧彈,什麼是煙霧彈呢?我現在常按狙擊 會在地上放出煙霧彈,有沒有看到? 這是煙霧彈 煙霧彈打完之後,你去丟手雷 你去丟手雷,會爆炸 有沒有,丟煙霧彈,然後再丟手雷 這是他的第一個組合技 丟煙霧彈,丟手雷 然後他可以這樣子閃避攻擊之後打一次普攻 會有狙擊的傷害 閃避一次然後打一次普攻,是狙擊的傷害 他的最基本接招就是這樣 閃避丟手雷彈之後再接一套狙擊 你看死了有沒有,他那一下是狙擊的傷害 再一次喔,閃避手雷彈,然後再打一次普攻 閃避手榴彈,普攻 閃避手榴彈,普攻 女僕就是這樣喔 閃避手榴彈,普攻 怪就死了 閃避手榴彈,普攻 怪就死了 閃避手榴彈,普攻 剛剛講完煙霧彈,你們有看另外一個技能 我再切一次R,你們看右下角 切R,他會有兩個技能 一個是火焰藍色,火焰是火色的,火焰是紅色的 然後另外一個藍色煙霧彈是藍色的 那我現在要選擇紅色的 我要選擇紅色的這個 你看有沒有,我頭上是紅色的 有沒有,紅色的 那這個紅色是什麼 紅色的話,手榴彈會從一顆變成三顆 我只看到黑色,女僕感覺挺不錯的 變三顆啊 我只看到內褲的顏色 好舒服的範圍技 有沒有 那他這個還有一個重點是 毛哥可以左輪火兔女僕更用嗎 可以,但是他的灼燒的技能CD是共用的 所以不用 左輪那個位置是給領葉 所以領葉搭火兔加女僕是最舒服 好,那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剛剛講嘛 他第一個藍色的煙霧,他會放煙霧彈 那他這個會放什麼 放十字燃燒 他會放十字燃燒 什麼叫十字燃燒呢 我們要找大怪 就是這個,你看他被燒死了 這叫十字燃燒 零星喔 我這個是零星喔 我零星就有燃燒功能喔 我看一下二屬爹在哪裡 二屬爹誰去哪裡了 這裡你看 我現在在打他 打到地板 我沒有切到鏡 再切一次 紅色的子彈 然後去打他 你看他在扣血有沒有 扣血,扣血,扣血 是他的十字燃燒效果 那呢,剛剛有講嘛 他的手榴彈呢 手榴彈丟出去的時候 他可以再打一次普攻 就會有狙擊槍的作用 你看喔 打手榴彈 你看 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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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榴彈 打普攻 就有了 就有了 他就有開進的傷害了 你看 手榴彈打普攻 然後呢 你就可以速切火兔下去了 速切火兔 再一次 再一次 沒有 速切火兔 蹦 狙擊槍就是這樣玩 你記得要先開技能 你看我現在沒有開技能 這沒有燃燒效果的喔 我現在沒有開技能 沒有燃燒效果的喔 你再看一次喔 我現在沒有開技能 我頭上沒有紅色的 我頭上沒有紅色的 所以我不會點燃 你看他沒有點燃 你必須要開技能 然後開到紅色那一個 然後你才可以去點燃他 你才能點燃他 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你才能去點燃他 點燃完之後呢 就換火庫起來 然後去爆發他的那個傷害 你看 我零星打出兩萬的傷害 就不見了 爆炸就是藝術 這個就是火隊 這個就是火隊 那示範完女僕之後呢 剛剛是動畫展示 那我們就稍微講一下他的技能部分 技能部分 那技能部分的話前面這個特質大家都知道 那在他的專屬 那你們會發現啊 這個是女僕的專屬是火焰反應 火焰反應 他四個字叫做火焰反應 然後斯巴克的火兔叫做火焰共鳴 所以呢正常來講他們未來是為了怕說 你們會重複疊加 你們會重複疊加 那他就會 造成他就是出兩個磁條出來 他們沒辦法疊加的 但是他就是故意要這樣出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呢 所以你們不用太擔心說 抽了火兔之後沒有抽左輪就會出死 不會啦 我有火焰反應 我有火焰反應 就算沒有火焰反應 他還有一個專屬 他有心境如水 就是我剛剛 十字是什麼 十字就是狙擊槍 剛剛蓄力攻擊 十字是蓄力攻擊 那還有我剛剛講的 閃避之後呢 你再丟一次攻擊 他就算是蓄力攻擊的 十字狙擊槍的傷害 所以你只要閃避攻擊就會觸發 你只要閃避攻擊 多按一次喔 第一次是手榴彈 再示範給你看喔 第一次是手榴彈 然後 啊這是火兔 閃避攻擊 這個攻擊是狙擊槍的傷害 閃避攻擊 這樣子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然後呢 你只要閃避攻擊 他的那個爆擊率就會提高5% 而且最多可以提到3x15% 而且還騎15秒喔 15秒喔 很棒喔 所以我們就示範看看 他現在是下面這個嘛 然後我們就去找25爹爹 25爹爹去閃避打他 你看喔 欸我還狙起反應一下 欸不要過來啦 欸不要過來啦 這裡星際乳水 有沒有看到 我只要閃避攻擊就有15%的爆擊率啊 這是左輪做不到的事情啊 啊 而且呢 他還有一個就是 他可以回復閃避次數 等一下再跟你們講 他可以回避閃避次數啊 這是左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們就把25爹爹爆炸反應 我這種低戰力也可以打出這麼爆炸的傷害 好 那你說三星喔 三星的話是這樣子 而且還有專屬皮膚 啊 啊 這個 若隱若現 左輪這下子是真的用不到了 若隱若現 啊 這個是 我要開一隻小號玩火隊了 阿阿斯 對不對 料理的準備已經妥當 這個舉起下看起來就好痛 哈哈 哈哈 料理的準備已經妥當 搭配孤蘭意志能無限閃避 來 那 剛剛講到哪裡 講到這裡 OKOK 清淨如水大家都知道了 剛剛會提升爆擊率 好 而且你在提升爆擊率的時候 如果超過100% 超過100% 超出的部分的50% 還會變成爆擊傷害啊 你看 這 你抽一隻 抽一隻 哦 就不一樣 我覺得 他試算是火隊的福利家的感覺 我認為啦 他算是火隊的福利家的感覺 提升火隊很大的叔叔 提升很多 提升很多 好 那講一下 因為我還沒有一星 這個 這個這隻角色啊 最主要是一星啊 他在一星會做直變 其他都還好 其他都還好 你們如果 不要太擔心說他一定要抽高星度 他跟左輪不一樣 我們不需要硬抽三星 如果你真的要抽的話 可以抽一星的光學空間 等我抽到一星 我再跟大家示範 欸不對哦 好像可以示範哦 我們去 陸服啊 陸服有一個訓練中心 訓練中心的話 你可以去挑選你要訓練的武器 那我今天要去訓練 我的那個狙擊槍 他就會把你的狙擊槍變成 六星的狙擊槍 讓你體驗一下這把武器的好處 那我現在是六星的狙擊槍 以激活 我們就看第一條就好了 我在十字狙擊射到目標的時候 我會觸發一個光學空間 好 那我現在跟你講一下斯帕克 斯帕克的技能啊 啊 是丟一顆球球 這顆球球呢 會一直這樣彈射 這是斯帕克的球球 最主要就是 火兔要玩的好 就是這顆球球要接的好 這顆球球要接的好 嗯 好 我示範完 這顆球球要接的好 那這顆球球呢 能跟這個光學空間 去做一個搭配 怎麼做一個搭配呢 就是我們現在去開技能 你看這個鋁箔就是這樣玩而已啊 再一次 開個光學空間之後呢 炸斯帕克 然後丟球球 這個球球會在這個光學空間裡面彈 那個球球會在這個光學空間裡面彈 這個光學空間對於斯帕克的提升很高 對於斯帕克的提升很高 對於火兔來講是提升很高 丟下 如果大家想看或者想討論更多換塔遊戲資訊 歡迎掃碼加入幻塔LINE社群與玩家們討論 FB粉絲團也會不定時更新幻塔相關攻略資料 最後別忘記幫三毛數值三連起來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才不會肉接通知喲 我是三毛,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